这个月11号 印度国会通过了备手争议的公民权修正法案 以宗教来作为外籍人士 他们申请要成为印度公民权的条件之一 而新法也加快了印度三个邻国 也就是巴基斯坦 孟加拉和阿富汗国籍的 印度教徒 佛教徒 基督教徒 希克教徒 奇纳教徒 帕西斯派 申请获得成为印度国籍的程序 但是新法呢 唯独就是排除了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体 而在这项新公民权修法通过之后 印度各地是接连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 抗议政府在歧视穆斯林 而在这项课题上 我国首相马哈迪 他昨天也公开质疑 印度政府这项带有歧视穆斯林意味的新法令 印度通过具有争议性的公民权修正案 排除伊斯兰教作为取得印度公民权的条件之一 在当地引爆大规模的示威抗议 首相马哈迪昨天在吉东坡峰会受访时 质疑印度政府这种导致人民自相残杀的修法 到底用意何在 马哈迪说他感到很遗憾 印度自称是世俗国家 但是现在却剥夺一些穆斯林的公民权 敦马说如果大马也消防印度这么做 以宗教来决定是否搬与公民权 马来西亚一定会大乱 敦马还拿出大马的历史作比较说 大马接受来到这个国家的印度人和华人 给他们公民权 现在他们也成为了政府的成员 马哈迪还说他真的搞不明白 过去70年来印度信仰各个宗教的人民 素来生活在一起都相安无事 为什么印度政府现在要来推行这样的新法 还导致有人因此而死亡 这有什么必要呢 人们已经死亡了 因为这个法律 所以为什么有必要 做这些事情 当这些年龄 都差不多70年 他们都生活成为国家 没有任何问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